底人,這個底人齁,不太小,而且要懸空,不要跟它碰到 不要動下來,筆越來越破了 這個,如果照這樣來講,志勇的筆應該非常不錯 因為它的毛毛並不太多,感覺筆還蠻金的 所以我猜它的筆應該蠻堅挺的 所以它有筆種,筆種就是把壞的筆丟進去 那可能,沒什麼筆尖搞不好它就丟掉了 所以它很快就有一個筆種,那麼多筆的墳墓 因為它其實還蠻尖的 先點這裡,再點這裡,這跟標開題不一樣,標開題亂改 這個寫起來,志勇家從古代到現在,筆順都是這樣子的 標開題比較奇怪 嗯,滑動,這樣 唉,滑動,你看粗的跟細的就差很多了 那志的節奏感就會出來,跟唱歌一樣 大小聲,像石頭,高峰墜石 擠長,擠,上面縮小一點 哇,這個還蠻重的,對不起 唉呀,唉呀 唉,跳上去 唉,其實它感覺都有點兩段 不知道算是勾得好還是勾不好 因為有時候中間還粗兩次力 長,按著,慢慢變細 然後,唉,它還蠻粗的 然後中間就滑動,滑動 好,這也是滑動,很細很細 好,那這裡停住,可以殺灰了 橫停,雖然瘦,但是有點瘦硬啊 不然這麼瘦也撐不起來 那,飽滿的那 信 逆過去,哇,這一片非常的厚 一般書老家都不敢寫這個 就覺得,會不會太粗了 其實不會啦 點,挑 挑,挑的目的是為了 對準這一筆 然後,滑動,滑動 然後,唉,向中間集中 這裡是,方折,折回來 信 十 哇,這裡顯得比較挺硬 它比較少這樣子 看起來有挺硬,有點骨頭的感覺 其實它大部分都是滑動,肥厚的感覺 挺硬在柳光泉裡面就非常的清楚 它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並不代表完全沒有 它這裡很好笑 欸,滑過來,再滑下來 然後,這裡不知道為什麼缺口了 欸,它這裡不知道為什麼缺口 跟著它寫好了,沒問題 殼 按著 它其實有點按著,有點 變隸屬 其實是有血清體本身後面 尾巴有些,忍都非常的翹 看起來就像隸屬的結尾 靠近,不要怕 它也碰到了 殼 滑動 很短 很包滿 過來,折得很厲害 終於這個 用盡全力去寫它 這裡又稀稀碩碩的 這裡又很輕盈 輕盈粗細 這裡,筆又很膩 所以 其實它寫這個字真的寫得非常好 雖然沒辦法面面俱到 但看得出來它 有刻意地做一些表情 動作 複 折過來 折過來 滑下來 然後 放一個折下來 彈過來 捏過去 哎呀 這個很兇 很兇的折回 這很飽滿的 又折得很緊 折進來 又是滑動 折進來 可以順便折過來 折 折 折 寫得有點扁 就跟它扁 沒有關係 哎呀 扁是因為它這個筆口都寫得平了 所以看起來比較扁 折 那口不要寫得太開 看起來就會散點 嵌 上面很緊 下面比較鬆 鋪開了 鋪開